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很快回答了剛才Daisy問的問題 如果做私人財富管理 其實要拿什麼證監牌呢? 要拿哪個牌呢? 1至10要拿哪個牌呢? 要拿1和4 1就是Dealing In Securities 因為我們很多次跟客戶做很多的證券、債券 或者任何產品的買賣 就要拿Dalign In Securities 還有拿4就是Advice on Securities 因為我們作為私人財富管理的從業員 我們要給客戶的提示 那代表我們要拿1和4的牌 那考試就是考1、7、8、3張Paper 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私人財富管理 很簡單講究竟什麼叫私人財富管理 怎樣分類 有什麼金融機構是在做私人財富管理的業務 還有做私人財富管理 其實我們從業員的幫客的目的 或者目標是什麼 以及大家如何預備大家可以進入這一行 如果說回財富 其實我可以分享很多類型不同的財富 我可以分享四個大類 第一個就是私人財富或者家族財富 第二個就是企業的財富 第三就是很多是Pension Fund的財富 Pension Fund我都當作一個institution 當然最後就是國家級的財富 Soffering Funds 我今天主要講就是Private Wealth 就是Personal Wealth 和Family Wealth的處理方法 或者我再講多一點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所謂institutional money 或者Pension Funds 其實這些很多都是屬於 part of私人財富 因為很多基金管理 其實都是私人財富的錢 其實很多的這四個東西 就是segmentation 當然是segment了之後 就給了一個不同的服務 不同的客戶 這個就是銀行 普遍如何將客戶做segmentation 我們有一個叫ultra high net worth 銀行 普遍的定義就是 在我的銀行裏面 就是三千萬美金 那我就戒定它為ultra high net worth 或者客戶有100個million的liquid net worth 那甚麼叫liquid net worth呢 就是可動用性的流動資金 那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我的財富在那間公司裡 我自己是某大公司的股東 那我公司那個資產 就不當是一個liquid net worth 那我就是物業 我都不當是liquid net worth 那liquid net worth 就是流動的資金 是可動用的資金 那這個就叫ultra high net worth 那high net worth 就是一百萬美金 至到三千萬 或者客戶有三百萬美金的liquid net worth 那銀行的門檻 真是private bank的門檻 很多家都不同的 那有些private bank 是start with one million 有些是start with two million 有些start with five million 那那間bank 它自己的目標客戶群 有些少少不同的 那在銀行工會 sorry 不是銀行工會 那可以入到三個million 那可以入一個叫做private bank clients 那當然在私人財富 我們這個叫mass market 那mass market 那mass market 在銀行街普遍定 就是一個一百萬港幣 就叫mass market 那這三個不同的分類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分類 銀行怎樣把那些客戶分開 那我再跳一跳去說 究竟哪些金融機構 是做私人財富管理的呢 那當然 在比較高端一點 我們叫私人銀行 就是private bank 那private bank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私人銀行 那我又講了四大類 在香港常見的類別 第一我叫large cap 的international bank 一些比較出名 大的國際銀行 是private bank 是它主力的生意 OK 即譬如我講名字 譬如UBS 譬如credit suisse 那我才入這一類 它的主要的生意是private bank 亦都是一些國際大型 large cap的銀行 那第二類我叫做commercial bank 大型國際的commercial bank 商業機構 而private bank 它是其中一個的business line OK 那這些我輪廓是講 什麼類型的銀行呢 譬如Citibank 譬如匯豐 譬如渣打 那這些我輪廓說 它是一個國際性的commercial bank 而private bank 是其中一個line of business 它都要做零售銀行 又做商業銀行 有做其他各樣的 而PB不是它最主力的生意 OK 那第三 當然我們不可以忘記 現在很多 在香港的中資銀行 本地銀行 它都有一個private bank 的department 我想所有的中資 基本上都有一個private bank 的department 或者多數的local bank 例如恆生 也都有一個private bank 的department OK 那第四類我叫做 就是一些叫做 我叫做 boutique的private bank 其實很多間 大家的名字可能 不太熟 不太聽得多的名字 其實在香港 都有一個operations 那這些是一些瑞士的private bank 那如果大家可能熟悉的名字 聽過的名字 譬如Julius Bear OK 但很多可能的名字 大家是少接觸的 那這四類 我就規立 又是一個private bank 那這個private bank 我剛才說 每一個人的bank 有不同的入門檻 那基本上一百萬美金以上 有些人可以一百萬 有些三百萬 有些五百萬 那這個規立是private bank 那OK 那第二類 做私人財富管理 我叫做consumer bank 那大家也知道 很多consumer bank 其實都有一個高端客戶的counter 那他們叫的名字 可能叫做premiere bank 叫做prestige bank 叫做prestige bank VIP bank 那就是很多銀行 都有一個高端的retail banking 他們入場門檻 多數都是一百萬港幣 那第三類的金融機構 就是很多是一些 做securities brokerage的經紀行業 很多都現在都有一個 叫private client division 那即是說他們很多的 本地經紀 海外經紀 國際經紀行業 香港都有一個 division 是做private client 那變成他們的產品 也都不只單獨是股票 也都是走一個比較闊一些的投資概念 那是很多現在的主力做經紀行業 都有一個private client division 那當然最後一個我不可以遺忘的 就是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ce planners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ce IFA 那現在IFA 其實香港也是很多 亦都是upcoming的公司 那在IFA那邊就是 coverage 除了純粹投資產品 做很多現疏的產品 那在私人財富管理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歸納四大類 一真是高端的private bank 中端的consumer bank 經紀行的private client group 和IFA 那我所說的就是 其實 私人財富管理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私人財富管理 其實我們在做甚麼呢 很多時候你聽到就是說 創造財富 其實private bank不是幫客人創造財富的 我們的目的主要是 其實是幫客人保持財富 或者你是少少的增長 in catch in line with inflation 或者好的inflation 我們的目的 那些目標不是幫客人 去拿一個很高的回報 這個不是private bank 第一個objective 那我們幫客戶主要 其實就是說 怎樣幫他去 承傳他的財富 那在亞洲的private bank 和歐洲的private bank 有少少不同的 在歐洲的private bank 可能在說第三 第四 第五代的財富 OK 他們的目的真的純粹是preserve 不要 就是蝕了 上幾代下來的錢 那在亞洲 或者發展中國家的private bank 其實那些客戶 仍然是很多時候都是第一代的財富 OK 那他們 他們來人行其實 都是雙人行幫他賺錢的 OK 那這個跟傳統的private bank 是有少少的分別 那我也很想跟客戶說回來 就是說 其實我幫你不是做炒賣 不是做投機 而是做一個中長線的投資 最主要的目的是幫你保護你的財富 OK 那除了保護的財富之外 就是做慈善的業務 那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幫客戶做一些慈善基金 幫我們找一些慈善的渠道去用他的錢 那這個是philanthropy 那當然財富之外 除了做貢獻社會 亦都希望給予自己好的生活風格 那我們的private bank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生活風格的活動 像是wine tasting 啊 art appreciation 啊 古董啊 那些 那也有很多的生活風格 可以做投資也可以 OK 也可以做一個生活的享受 那這些private bank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部門 做這方面的業務 那當然 最後一個就是 Wealth Succession 當一些很有錢的人時候 他怎樣可以把財富保存給下一代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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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三代 這個就是做信託 OK 做信託 那就是把他的資產 放在信託上 怎樣可以把他在數代保存 那這三個我就很籠統地說 就是作為一個private bank 對客戶的一個commitment 就是我幫你做這三樣東西 或者給你advice 這三樣東西 那說第一樣東西 就是財富保存 我們在做什麼 那這跟剛才 Judith說 SFC的 regulated activities 就很大關係了 或者說了 我們的license 1 License 4 就很大關係 其實我們就是客戶 把那筆錢給了我們銀行 那我們銀行的時候 怎樣是跟客戶做一個 投資的proposal ongoing 跟客戶 monitor 給他advice 剛才我講 怎樣可以 第一不要先虧 或者是人家的 市貸掉很多時候 我們虧得少 市貸起的時候 就幫他賺回 本來會有一個 是投資的概念 幫客戶管理那筆錢 OK 那在投資那裡 其實我最重要的第一項 就是要做 client profiling 和risk assessment 就是說你的客戶 究竟 他在人生什麼階段 他在承受什麼的風險 他哪些錢 是要擺到 我們叫 call investment 就是說 那個客戶 譬如有 100個million的身家 可能我們擺七成 call investment 在一些medium term 低風險的產品 可能拿10% 20% 去做一些高風險的產品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怎樣做 asset allocation 和portfolio management 根據客戶 那個risk profile 我們怎樣做 一個投資的策略 那這個就是那個private banker 或者幫客人 做私人財富管理 你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 一些technical的事情 OK 還有是一個 對的產品 給對的客戶 OK 還有是一個 風險和回報的評估 那我覺得 你作為私人財富管理的 從業員 其實這個是 很重要的守則 就是 你是不想幫客戶 輸錢 OK 但輸錢不要緊 永遠不會 一定不會贏的 但你跟客戶 輸錢的過程之中 你怎樣跟客戶的溝通 我recommend 你做這些事情 這是我的investment logic 我是這樣解釋 當你解釋清楚 給客戶聽的時候 輸贏的客戶 不是問題的 問題就是你那個過程 你怎樣跟客戶 做一個風險評估 怎樣跟客戶解釋 產品的風險 那個upside在哪 那個downside在哪 這個portfolio mix 的時候 會是一個什麼 expected return 那那時候 我們在private bank的 RM 我們後面 有一隊很強的 support的同事 即是那些investment consultant 那譬如你做一些back test 去到金融風暴的時候 如果這個portfolio是這樣 會跌多少% 那做足功夫的時候 當你跟客戶談 這個portfolio的時候 at the end of the day 輸同樣是不要緊 問題是 跟客戶談那個portfolio的時候 談那個strategy的時候 他是不是同意你的說法 和他明白不明白那個風險 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 OK 那這個partfolio 我剛才說了 Wealth preservation 或者Investment strategy 就是需要多一點 technical background 或者你自己熟悉的市場 那你剛才我剛才說了 那什麼是 Wealth distribution Wealth succession 剛才我剛才說了 就是那個lifestyle 那我們的客戶 就是不同的客戶 有不同的lifestyle requirement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搞很多events 給客戶 就是有些events 例如打高爾夫 去看跑車 去看賽車 去看車展 去看飛機展 那這些是lifestyle的 OK 那就是philanthropy 我們就幫客戶 設立很多慈善基金 那另外就是family governance 那我們在信託 或者是信託那個過程之中 也都幫客戶看他的family governance 就是譬如有些什麼叫family governance 那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怎樣做corporate governance 那什麼是family governance 就是譬如一位 head of the family 例如有三個太太 三頭家 十五個兒子 四十二個孫 那怎樣把這三頭家 整一個governance出來呢 那這也是我們private bank 其中的部門做的東西來的 還有family governance 包括說 連結到公司 就是譬如公司裏面有三房人 哪一個管哪個公司 哪一個管哪一飯的生意 那其實可以有一個family governance structure 設定出來的 那另外當然當然 剛才說過trust 那trust 和現縮 那這些也是private bank 做的產品 或者是的activity 那去說說 怎樣prepare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私人財富管理 怎樣prepare自己 那我想說 我們一定要有technical skills 你要懂 那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個 私人財富管理的從業員 其實你對自己 一定要對投資有興趣 你自己本人 一定要對投資有興趣 不是說你要投資 但你一定要對投資有興趣 你有興趣跟著那個市場看 就是有個市場默搏 那對於外匯啊 利率啊 股票啊 你要有個市場默搏 那你也要對經濟 和政治很有興趣 因為政治經濟 就是令到市場怎樣動 你也需要懂得投資產品 現在的市場是日新月異 那就是其實很多客人就 不是純粹做trading 那客人做trading 買賣股票可以上網做 不需要經任何一個 私人財富管理的同事 那其實我們做的是 很多產品 是一些 我們叫derivative 其實是做很多derivative的產品 那所以變得對產品那裡 需要有認識 也當然需要認識風險管理 和風險分析 還有也希望大家懂得看財務報表 這些是大家需要的technical skill 那剛才說回來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是有興趣 有興趣的投資市場 你才好進入這一行 Private Bank 很多人說 是不是純粹跟客人喝茶 吃飯 風花雪月 完全不是 客人來找你 不是純粹 當然你也要跟客人 維持好的關係 你也要跟客人 經常維持著 但客人找你 不是因為你和你的 社交網絡 而真的希望 在你那裡拿到一些 投資的意見 或者想說 是一個 是家族承傳的那些 尤其是經過了金融海嘯 我想大家都有學習 今時今日 這件事已經是 在每一個同事的DNA 即是client first ethical standard policy and procedures 即今時今日 已經是 在從業員裡很深刻的認識 當然最後一個soft skill 大家需要 剛才說了很多次 你有沒有能力 將你的產品 很清楚地解釋 給客人聽 風險 為何適合他 最後為何 令到他肯幫你買 這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認識的產品 不等於你認識的 解釋給客人聽 今時今日 全部都有電話錄音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監管部門 很多時候 就拿你的電話 拿來聽聽 你究竟有沒有 講得清楚些 譬如你買一個 給客人 你是不是已經 講完整個 風險 說得來 又不激怒 我還要 客人說 夠了 夠了 不要說了 不好意思 陳先生 我也要告訴你 很多時候 在監管裡是很緊 所以你跟客人的關係 而做足 你監管 要做的事 而令到客人 接受 其實是一個很 delicate的技術 那是 communication skills 以及你的 networking ability 很多時候 我們的客人 怎麼來 例如我今天 進入做從業員 可能我以前 在另一家銀行 的分行 做 有少少的 客人認識了 那你客人怎麼來 我們的客人 十個 有七個 都是客人介紹的 OK 你有沒有能力 令到你的客人 覺得你是能幫到他 從而的客人介紹的客人給你 OK 這個是說的 networking ability 那當然是 去 去不同的 熟會 去會 認識其他不同的人 你自己的 很 outgoing personality 這些都是我們 很重要的事情 OK 那這裡就說了 剛才我就說 我們做 私人行的從業員 或者是任何的 私人財富管理的從業員 你需要兩個 兩個牌 一和四 一和四 那 那 如果你是做 asset management 一些私人行 裡面都有一個 幫客人做 discretion portfolio 如果你做那邊 就要九 那你純粹做一個 Sales 就是一和四 那當然 有其他的 Qualification 更加好 那我Name了三個 那大家可以參考 那當然 大家很熟悉的CFA OK 那 CFP CFP也是一個 很多從業員有的 Qualification And then 我都說了一個 叫做CIWM Certified International Wealth 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 CIWM 那這個是一個 國際性認可的 private bank 的 accreditation 來的 那主要 那主要現在都是 在歐洲 瑞士 英國 那邊的人用的 那 那在香港 在亞洲 我們 HKSI 剛剛拿了一個 right 在香港 launch 這個program 拿了兩年左右 兩年多 也都考過兩年的市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上我們 的網頁看看這個program 那這個就是private bank的program 那 CFP呢 據我所知現在香港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 consumer bank 那同時 就是consumer bank up-tier的 premiere center 或者insurance 拿的 那 CWM 就是for private bank 那現在是launch 出來亞洲 那就是 underHKSI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我們 網頁看看這個program OK 那我知道一會兒 完結之後還有一個 Q&A的 那可以大家有時間 留下的Q&A 或者我都會在我們 HKSI booth hang around 如果大家想和我聊天 拿多一點 深入一點的 隨時歡迎 Thank you 就這樣 請 vitam 槍 順 從 這邊 轉 篩